Hello,大家好,我是Stella 今天我會說一下如何由Bakkasana跳到後面,跳到Chatuwanga Hello 如果你要做到這個動作的話 首先你要有一個穩定的Chatuwanga 以及一個穩定的Bakkasana 好,我們現在開始 當我們在Bakkasana跳去Chatuwanga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在Bakkasana的時候,你的後腳是要升高一點 很多時候跳不到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後腳的腳趾指向地下 所以當我們向後跳的時候 幅度是不足以令我們跳到後面 所以你後面的腳趾是想向天的 而不是這樣跌落地下 腳趾也要用力指向天 好,那我現在做一次Bakkasana給你看 一隻腳趾指向前 一隻腳趾升起,胸口向前 另一隻腳,腳趾升起 兩隻腳趾也要指向天 再向上方一點 準備好之後就向後 一隻腳趾指向前 一隻腳趾也有很多 一隻腳趾zt 讓他轉動 一隻腳趾也要上方érie 一隻腳趾也要做 一隻腳趾也要做 一隻腳趾也要移動 要升高一點 所以你向後跳 就有足夠的位置了 以上就是我小小的技巧 怎樣由Carsana跳去Chatta Wunga 大家要保持練習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Like我 或者Subscribe我Channel Bye